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爷 今天呢还是和大家聊多肉 那进入冬天之后啊 咱一直是和大家强调呢 最好是不要换土修根换盆之类的 就是呢尽量的少折腾肉肉 但是总会遇到那么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就是说没有办法只能给咱那个多肉进行换盆 那冬天给肉肉换盆的时候要不要修根呢 怎样修根呢 修根之后该注意些什么呢 今天呢就简单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修根啊 这个问题的话呢 咱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啊 就是害怕根系受损 但是呢咱日本都是在这个室内养护 温度呢也还可以 所以说呢不会给肉肉造成太大的问题 这个呢也要看咱们当地的一些大环境了 那如果想要给咱那个肉肉修根的话 该怎么办 咱就说一下 多若根系发达如果不修根呢 在换盆的时候会带来很多不方便 所以说大家换盆如果划下来这个根系过长 就有必要修剪一下 当然这里呢是针旅咱的一些多肉小白来说的 像那些大咖呀 基本上都会懂得怎么护理咱的一个肉肉了 那第一点呢就是首先给咱的一个蜘蛛脱盆 如果划盆啊都有生长状态不好 建议呢大家把蜘蛛上每一些的土啊处理干净 不管是什么样的土都要处理干净 那处理干净之后呢就开始修剪根系了 把一些死根啊发黑发别的病残根全都剪掉 当然那些生长过长的一些根系啊 还有一些毛细根也可以去掉 这是第二步修根 修根 然后修完根之后呢就是牵扯到一个伤口的处理 这就是我要说第三点 因为伤口部分的话呢 如果不处理会留下很大的疤痕 甚至说真菌感染 这个时候呢 建议大家在伤口部分涂抹一下多卷磷 然后呢放在这个通风的地方啊 晾根 晾碗 晾干 晾完之后呢就可以这个上盆了 上盆的话呢 也分这个干土上盆和炒土上盆 这个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呢 也和大家提过 包括这个盆土的选择呢 也很重要 基本上都是坚持一个透气性的原则哈 不管是花盆还是这个土壤 都要选择这个透气 透气性比较好的 那我常要土上盆的话呢 放在这个散光通风处就可以了 那在上盆盆之后呢 肉肉会有一个缓苗期 在缓苗期间呢 不建议大家浇水 因为毕竟咱那个根系都是处理过的 它现在呢 还没有归复生长 所以说呢 不能够正常的吸收水分和养分 浇水的话呢 很容易引起这个细菌感染 造成一些细菌的繁殖 会加快咱那个根系一些腐烂 给肉肉呢 造成一些伤害 过了这个缓苗期之后呢 再正常的养护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 就是主要和大家说了一下 咱那个肉肉 换盆修根的一些问题 希望呢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好了 我是小妍 我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